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在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哪一种行为最保肝 第一个是减肥 第二个是喝浓茶 第三个是吃猪肝 我们先来问雅雯 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我选三耶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应该吃肝补肝吧 比较有关联一点 是 子余呢 我觉得是第二个喝浓茶 因为就是市面上不是很多 那个什么消耻茶啦 那些的 然后就是人家都会说 他那个能够去有解腻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喝浓茶 对 瑜伽呢 可是我个人会选一耶 因为我觉得说如果减肥的话 是不是可以减掉一些我们身体里面肝脏的脂肪 所以三个答案都有人选了 年医师我们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 果真 我们那个体重最轻的BMI的同学答对了 就是哪一个行为是最保肝 那我们在所谓的消脂保肝 就是要消灭这个脂肪肝的那个路途上 其实没有什么偏方 也没什么良药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都目前为止 还没有研发出哪一颗药 我吞下去之后 我就可以把脂肪肝给消除化掉了 目前还没有 如果油一定会赚钱 头条 绝对头条 一定比那个油还要好 对 一定是头条的新闻 那所以呢 最好的那个消脂保肝 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要呼吁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体重 然后呢 规则的运动 这个是最好 而且是最省钱 的这个方法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喝浓茶 喝什么茶 喝什么茶 目前为止是 医学上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 它是具有显著疗效的 所以也没有被纳入 这样子正规的一个治疗准则里面 那至于那个 我们刚刚亚文讲的 吃肝肚肝 吃肝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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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 这果然是我们传统 优良女性的那个典范 以前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说 但是呢 这个我们常讲肝脏 不管是在哪个动物 它其实就扮演着一个 排毒解毒的这个重要的器官 所以呢 在你这个吃肝补肝的过程当中 会补进去什么 吃的毒 对 有很多的 不必要的毒 我们现在还没有检验出来 你可以念得出名字的这种毒 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 可能就被你吃进去了 一些毒素 尤其像重金属 它不容易排出去 它就是累积在肝脏里面 那有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没有补到身体呢 然后就已经补了很多的毒素 而且呢 这个肝脏里面很多的胆固醇 对 那其实对身体来讲 它是一种负胆 对 很多人已经胆固醇过高 你又给他更多的胆固醇 其实会让我们的脂肪肝更佳的价值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其实是一 提到这个饱肝的这个行为呢 我们来问一下 雅雯像你自己本身你有听过 或是有自己试过 有哪一些饱肝的偏方 像我妈妈她通常都会自己煮一些薏仁啊 还是乳筍汤啊 就是听说这个是对饱肝比较好的 那也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那我自己是通常可能有药小酌的时候 还是说睡眠不足的时候 我自己会吃一些B群啊 还是显定这一类的这样子 那芷芸呢 我就是蛮喜欢喝那个清草茶的啦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清草茶可以就是 消光灰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年医师他们这一些 例如清草茶啦 或是险经等等 有没有效 其实所谓的我们常讲的保健食品 为什么它会被归类成食品 它的在国家的认证里面 它就是不具疗效 所以它才会归类成食品 如果有疗效一定要被归类成药品 这是最大最大的不一样 那所以刚刚讲的 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我们好多都说不完这样 其实这偏方很多 但是目前为止 其实医学上有确定的疗效的证实 目前是没有 那最好的保肝 除了刚刚我们常讲 就是说要减重运动之外 不要乱吃偏方草药 其实在台湾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要去咽血 知道自己有没有B肝 有没有吸肝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欧美的地方 你要遇到什么叫做B肝 什么叫做吸肝 他们很困惑的 因为很难遇得到 有点像你走在路上 要遇到艾滋病病人的机会一样低 但是在我们国人里面 国病 对国病 你要遇到B吸肝 很容易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录影这几个里面 医比例来讲应该有一到两个人是B吸肝的患者 对 这个比例是之高 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保肝的第一步 除了我们自己自身做起之外 第一件事就一定要先去抽血 检验一下自己有没有B吸肝 有没有发炎的一个状态 我们很多人都会去吃这个棕草药 或者甚至保健食品来保肝 这种是不是反而对肝脏是一种伤害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我脂肪肝 已经变得很 就是里面的脂肪变得很多的时候 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常讲我们国内的就是 呼吁大家不要乱吃蜜蜂草药的代言人 就是我们的石英石大哥 对 他不是只有代言而已 他现身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石大哥 以前的时候就是因为肝癌 后来就是手术完之后 结果不到半年 他就猛爆性肝炎 但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手术这么成功 怎么可能会猛爆性肝炎 这是很不正常的 后来他就自己跟我们台湾的 肝病权威许金川教授坦诚 他说 许教授 我这半年内吃了不知道多少亲朋好友 保我自己的保佑 比他一辈子吃的还要多 结果呢 是最后是靠着儿子捐肝就腹 有 我还有看到这一条新闻 才让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所以他重生之后 他出来当一辈子的保肝的志工 然后再三跟我们国人呼吁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偏方炒药 来路不明的千万不要乱吃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小孩就洗过了 有急难的时候才会帮助你 我们要冲一下我们自己的生育率 那个有时候配对的时候 一个可能不够用 要配好几个才会有机会这样 因为肝来源很少很少 所以一旦演变成猛爆性肝炎 其实他真的致死率非常非常高 很多都靠短暂的洗肝换取时间 之后一定要肝脏移植 才有办法捡回这一条命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是 那吃素到底能不能够降低脂肪肝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 尽客